我突然好像想到我有東西放在辦公室 我先回辦公室了 幫我說一下 拜拜 立傑的動態勢力跟專注力 應該都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裡面 這份報告我們很快就會交給你了 那你們先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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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來 鄭教練 立傑 正妹啊 嗨 誒 志浩啊 我有試試看 輸了比賽之後 他就開始產生一種指責 不是啦 我是想跟你說看 他如果只是遇到比他強的對手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產生焦慮 他 所以焦慮跟覺醒在比賽場上的這個關係是什麼呢 志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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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有話跟我說嗎 沒事啊 真的沒事 對 真美 我剛好想到我有一件事情 我要去找一下好的老師 那我先走了 好 有事回到這邊好不好 好 OK 好 不是啊 我 好 根據你的說法 張立傑可能過去輸林志豐太多次了 以至於面對她的時候信心不足 根據經驗 這可以用目標設定來幫忙她 所以現在在比賽前 張立傑都會和教練一起討論 你另一個預期性的目標 那我想這目標達成的時候 她自信心自然就會建立起來 沒錯 這樣可以幫助張立傑 在比賽當中更正面積極投入比賽 目標最好是過程性的 像是在比賽當中採取某種戰術 這種目標 那這種過程性目標的達成 除了可以帶來信息的聯繫之外 也會帶來得分啊 以及獲得最後比賽上帝的結果 那這需要張立傑跟教練一起去擬定 每次比賽當中所有達到的目標 所以這樣看來 我得跟教練還有張立傑 好好地來討論一下 如何幫助她 建立一個過程性的目標 不過一般的球員他們的終極目標 不就是為了贏嗎 沒錯 雖然輸贏是經濟運動的終極目標 但是運動員如果一直把注意力放在贏球上面 他非常有可能因為比賽表現的起伏 情緒受到過大的影響 以致影響表現 如果給他一個全新的概念跟認知 讓他把注意力放在過程目標 然後過程目標變成他每一節關的終極目標 這樣他在訓練的時候就會非常有目的地 去達成這些過程目標 來提升他的訓練品質 而且他會對比賽產生某種期待跟興奮 在比賽的時候把心思放在達成這些過程目標的策略上面 這樣他就比較不會去管那個比分 然後輸贏這個過去他最在乎的 就會變成是達成這些過程目標的一個副產品 所以現在張立傑在每一場練習之後 我都會請他體驗表現狀態檢查表 這樣就是讓他跟教練 能夠跟家庭了解知道說他們的一個改善的一個狀況 還有比賽當中覺醒調整也是很重要的 這種訓練通常是在過於緊張 以及身心過於緊繃的時候使用 而且如果在比賽當中 覺醒教練的速度夠快的話 是可以降低焦慮的 再說桌球本身就是一項開玩性運動 兩個選手技術相當的時候 能夠快速的轉換注意力跟良好的育成力 就是開玩性運動自身的關鍵 謝謝博士 我真的覺得獲益良多 我常說運動員本身是戰士 領導這群戰士的就是教練 為了提升這些戰士的戰鬥力 背後還要有運科、醫療 以及行政人員所組成的這些資源體系 就像警隊裡面的參謀也厚勤 有健全的運動體系 才是提升運動實力的一個根本辦法 就長力姐這個個案來說 更需要關切的是他們之間複雜的角色關係 既是母子 既是母子 又是教練跟選手之間的一個角色關係 謝謝 美麗姐 加油 你媽媽在外面等你 那我們一起過去找她 好 媽咪 教練你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教練 教練見 好 學姐啊請你來這邊喝咖啡 怎么样 我们这边的环境也不错吧 应该是我亲你猜对 对了 前几天我跟丽杰聊过 他对于书球这件事情 感到相当的自责 所以我很想了解一下 你们两个人之间相处的状况 丽杰的爸爸 在丽杰十三岁的时候 就出车祸意外死亡 一直是我们母子两个相依为名的 那天我也问他 为什么这么喜欢打桌球 他有点说不出所言 他太老实了 而且他的表达能力也不好 我劝他来训练中心的前一晚 他还晚上偷偷起来打球 我知道他是喜欢打球的 那你们两个人 以前练习的状况怎么样 对他是蛮严格的 除了平常的自足练习 加强体力和训练外 我还会要求他观察 国内外桌球选手 他们的技巧跟战略 你说对他的要求太严格 但是他都照单全收了 对他要求严格 是希望他在桌球场上 有更好的表现 或许 我有点希望他能打进奥运 不像我 只有遗憾 这是你的想法还是他的想法 他应该也希望打进奥运吧 但我认为 他是尽量再配合你的要求和期待 我以为我的意见 就是他的想法 在我的观察里 他输求的时候 都会把所有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这孩子实在 难道是我给他的压力太大了吗 我以为他能打进奥运 嘿 志豪 跟陈敏姐谈得怎么样 他们两个人 丽杰和学姐他们两个之间 原本那个情感的紧密程度 就远比一般的教练和选手之间 更加的关系复杂 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学姐她既是教练 又是母亲 而且上一次那场比赛 不只是立杰能不能成为 奥运候选选手的一个重要比赛 更是弥补学姐 不能成为奥运选手的一个缺憾 这样的个人因素 其实会让立杰倍感压力 其实教练的调整 确实对选手 在某一些阶段上是必要的 现在的教练 应该要注重和选手之间的双向沟通 而且要多给予生活上的一些关怀 所以导致张立杰 会输到那场球赛最主要关键 就是陈萍姐强烈求胜的压力 嗯 可以这么说 难怪 我们在各项检测里面 找不出答案 凯文 这要弄好 我在没有给你就好啦 嗯哼 好啦 蔡锦路博士来找我 先这样 拜拜 蔡博士 博士 任美 我来跟你拿今年参加 亚运的羽球选手的资料 还麻烦你走这一套 谢谢你打通电话来给我 我再送过去给你就好啦 因为你们比较忙 所以我就自己来啦 你们最近在忙什么 博士也听说了 是这样子的啊 我们目前针对张立杰这个个案 我们初步的判断是认为说 他在掌上这个调整觉醒不够快速 而且他跟教练之间的紧张关系啊 是他输求的主要关键 应该在比赛场上 教练给的大多是技术上的指导 强调的技术的处理变化 我想你们应该再仔细的观察 教练跟选手在比赛场上的互动情形 学姐啊 我们想问一下有关比赛当时的状况 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跟立杰讲了什么 休息时间啊 我们会讨论攻守战术策略 争取机会抢先上手 采取数战数决的方式 但是立杰受制于林志峰短球的控制 所以你的战术是 我要立杰站在比较靠近球台的位置 准备接那些短球 学姐 你有让立杰表达出他的想法 和他的判断能力吗 前几场的决赛到准决赛 我都让立杰自己发挥 只有到和林志峰决赛的时候 我才会介入 如果立杰他有自己的战术吗 是我自己的主导性太强 忽略立杰自己的想法 成平他们母子之间的关系啊 一向都是以成平为主 其实对于林志峰的短球技术 成平跟张立杰早就已经意识到了 只想要应付他的短球技术 又怕林志峰突然的抽球 所以才会产生战术上的盲点 其实可以运用 白短 正手与反手波 来应付对方的短球 白短跟正反手波 因为白短的动作小 出手快 隐蔽性强 再配合正反手波 这样子在比赛当中 就能够造成林志峰 比较难以预测回球方式 这样就能够制造 挑战上手的机会 所以先要有技术 战术 然后才是战略 所以张立杰的状况 不仅仅是不对等的母子关系 还有不灵魄和错误的战略引用 才是真正的最后关键哦 对 所以成平杰跟张立杰之间的关系紧绷 甚至影响他们在比赛的时候 战略和技术上运用的错误 所以这才是导致他真正输求的 最重要的关键 所以我之前还认为 张立杰跟林志峰 在身体素质上 就有心理上的差异 所以张立杰在接林志峰短球的时候 就会难以得心应手 又加上他母亲给的压力 所以更难以突破 所以现在改变的战术 其实未来是很有机会的哦 诶 那是只有凯文送的吧 诶 什么啦 花都收到了 而且还是你最喜欢的厨局啊 怎么你脸上一点高兴的表情都没有啊 我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生花给我的人 偏偏不是我喜欢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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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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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